看抖音上广告嘛 398也不贵 来看看嘛 然后到地了之后嘛 他就说 哎呀398不适合你 然后还要跟你讲 哎呀对自己好一点 什么事 反正就是各种PUA你 反正最后我是花了1520 才把这个煤吻下来 他就说宝贝 我们这里有什么什么什么套餐 怎么怎么的 怎么怎么的 我一听嘛 哎呀398 我其实也知道的 肯定是要多少加点钱 那无所谓 但是闻了之后 你看这效果 这才一年时间 就基本上完全没有了 张女士所说的PUA是网络用语 大致意思是 用话术进行精神控制 张女士介绍 当时看了广告 加了一名客服的微信 对方发来了一段话 说是张总监作品分享 根根分明立体自然素颜酶 最后一天活动价398元 客服还说 闻一次保持三到五年 还赠送补色一次 之后 他家里一位寿中客服的微信 付了30块钱定金 去年3月4号 到杭州滨江区七桶美容工作室 闻了眉毛 4月3号 补了一次色 现在眉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 你看一下 你可以镜头放大仔细看一下 没有眉 就是没有他们闻的痕迹 可能现在上的只有百分之十几 都二十吧 不到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 去年5月份闻了一个多月 我就跟他们联系 客服联系不上了 来到杭州滨江区七桶美容工作室 前台背后的名称是七美国际 店里工作人员表示 负责人不在 记得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一位爱老板 做闻媒的话 它的这时间的话 就是根据代谢三到五年 它是一点点掉的 它并不是说 比如说我到三年的时间 咔它就掉了 因为比如说有的人的话 他也会说 他掉的会相对来讲快一些 对吧 那这个保三到五年是什么意思呢 保三到五年的话 这只是一个闻媒的这种周期而已 也并不是说所有人的话 他就是要能那个 三到五年一点都不掉 爱老板介绍 闻媒以后 一般都建议一年左右再上一下色 如果我跟你在时间 特别特别久的情况下的话 你以后留了颜色 留了底色在 就是你以后可能面对的 要么就是洗 要么就是去重新去处理 所以我们尽量都保障是什么 让顾客后续的话 就尽量给他少带来麻烦 这个顾客可能理解的 这个三到五年 就是指即便是褪色了 他也能够去重新补色 我们只包他正常 就是两个月内有一次补色 OK那好 你说这个顾客他理解差异了 也没有关系 那我是不是又答应了说 没关系 我再给他补一下颜色 对不对 张女士说 这是他第一次闻媒 对于市场上的行情 没什么了解 不过这次闻媒做下来 一个多月就需要补色 现在又快调完了 他觉得这一千多块钱 花的有点不值 那天店里还有人来 我问他花了多少钱 他说花了一千多 我估计没有398闻的 我说几乎很少 估计那种很难很难 就是来了之后 就死咬着398来闻的那种人 可能能闻下来 我家的眉毛 从低到高都有 我家消费眉毛的话 到万的项目的也有 所有的话是你自己 你愿意去消费 你想做什么样的工艺和技术 它一定是有所区分的 确实是有398这个价位的吗 是的 店里的价目表显示 素颜媒有398元 1988元和2588元三种 张志说 上次他来找了店家 双方闹得不太愉快 还报了警 张女士提出免费补色 并且一年后留色50% 如果没有的话 就全额退款 艾老板说 此前已经答应了 签这个协议 不过张女士又表示 要再想想 张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双方闹成这样 她也不想在这里补色了 之后怎么处理 她得回去再考虑一下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